好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蓝轩时间 又到了每个礼拜五 我们吃喝玩乐 跟蓝轩乐生活的单元 从我们这个美食单元 开始扩展为吃喝玩乐之后 我觉得这个内容更丰富了 好 那所以的话呢 事实上在接近周末之前的话呢 听一听台湾有非常多的一些 相关的艺文的娱乐的 然后呢各式各样的 这个非常丰富生活的活动 可以让大家安排 这周末假期的时候呢 来得更加的觉得 不会网过这两天的周末假期啦 好 那所以呢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 有关于台湾的一些戏曲 那这些戏曲的话呢 事实上在台湾 我记得在前两个礼拜吧 我才去两厅医院 看了这个白信荣老师 这个牡丹亭 连演三天 连演三天 那个是昆曲 那另外的话呢 比方说台湾歌仔戏 这个南管 王欣欣 那事实上除了这些之外的话 包括新剧场 孤怀群 那事实上另外的话呢 就是趋势教育基金会 他们一直非常关心 也去推展一些相关的戏曲 那这个陈怡珍 陈怡珍呢 在我们中广又有节目 那我们知道呢 他其实呢 也不断的 经常性的每一年 都规划一些好听的 好看的很精彩的一些戏剧 好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 就是听说又有呢 好几出连续好几出 尤其是台湾金剧当中 很厉害的 是朱鲁豪老师的接班人 徐挺方 所主演的 所以我们就想要特别邀请 也因此在今天一开始 就播放了这个呢 陈生的 One Night in Beijing 就想说 这跟金剧有关 事实上年轻人 接近金剧 搞不好 这是第一回 但是当你认识 许挺方之后 你可能对于金剧 会有更不一样的想象 好所以我们今天的 现场邀请到的 就是趋势教育基金会的 董事长陈一真 一真 娟姨 哈喽 蓝轩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来上 可以跟你一起吃喝玩乐 对对对 这个一真说 每次碰到我都感冒 真是很老心不好意思 好那这个另外一位的话呢 就我们今天的主角 是许挺方 是金剧的五生演员 他今年呢 32岁 听起来还年轻 但是世上的这个 打打跳跳 这个学武术呢 已经学金剧已经20年了 好挺方早 哈喽大家早安 早 OK好 OK我们其实先先聊聊挺方好了 本来我看挺方 我不然想一开始呢 都会播放一首歌嘛 我们就先播挺方的歌好了 因为我发现呢 他开过演唱会 这怎么回事 其实是自己的梦想 因缘忌讳之下 那其实整个演唱会算是一个圆梦计划 那这整个演唱会呢 总共也就十几首歌 唱什么 但其实一般都是口水歌啦 都是别人的歌啦 就是我从小听到大的歌 我看那个粉末之下 我以为是你专门写了一首歌叫做《粉末之下》 能够接触京剧 然后让更多这个时代的人认识属于这个时代的京剧的新的面貌 那怎么样子通过流行音乐 除非你把它写 写成京剧 或者跟京剧放进去啊 对我们现在正在筹划 可能在今年七月会有一个发表啦 那是怎么样这个形式 听起来蛮有意思的 就是听起来就是京剧加流行音乐啦 就是有点像陈胜这首歌吗 像刀狼的罗刹什么罗刹海事吗 这应该算北京那边比较算是京割啦 然后就是类似用金枪来唱的传统 传统戏曲结合流行音乐 这样子啊 而且你会让自己写词自己作曲 这样的你会来一段 这还不行 我们这个还是商业机密 真的 哇这个听起来还还蛮蛮让人在期待的 对 因为其实这个算是比较少创始期 那也是结合了几个朋友 我们自己的心态有点类似想要学Cream 就是美国那个 他们是最终有点类似结合歌剧 然后加上流行音乐 然后创造了几首金曲 譬如说那个妈妈那一首 你说皇后乐团 对 那我们是想借由金剧的方式结合流行音乐 但是因为我们都没有什么太多音乐基础 你真是说谱那些我们都写不出来 但我们想要用这种草创最早的时期的那种土炮感 然后让观众觉得好像原来近距离我们没那么远 所以这个君一直知道这个庭芳的企划吗 哎我知道 你觉得因为当初那个粉末之下那一场音乐会 就是他其实我认识他就知道他很会唱那个李仲胜的歌 或者是很多肖敬腾的歌啊 都唱得很好 那他有个梦想就是想要他能够用这个本来面目 粉末之下的本来面目唱歌跟大家分享嘛 所以我就帮他企划了一场在我们的真剧场的一个音乐会 那在那一场我还请来了我的好朋友 也是你的好朋友陈建齐 来帮我们策划整个音乐会 那他很棒啊材质 对啊所以他安排那个歌的节奏 帮他选歌也教他怎么表达情感 那其实他那一场呢 有点在讲你自己从小到大学习的经历 有点是他自己生命历程的每一个怀念的歌 没想到你注意到了我好高兴啊来学 因为我觉得对很多戏曲来说都应该要传承嘛 对不对 所以徐鼎芳现在是在轻壮辈当中很很杰出的很突出的 所以你这样讲对啊 所以你要不要跟他讲一下 你从小到大的历程 十岁耶 现在还有谁小孩子愿意十岁去练功的 有啦有啦 都在台湾戏曲学院进学校就十岁 大概每一届有二三十个人吧 在京剧科 还是有二三十个 还是有的 真的嘛 所以不简单真的是不简单 那你当初是怎么会想要进去 其实就是我家里的家庭状况比较特殊 然后我七岁的时候我父亲过世了癌症 那等于在家里面等于两三年都一直有在做手术 那等于是家里没有时间管我 那等于我家里有四个兄弟姐妹 我有三个姐姐 等于我是家里面的最小的儿子 那小时候比较过动 可能也是比较被宠啊 所以就比较难管 那正好因缘机会之下呢 我妈妈认识了这个台湾戏曲专科学校的 一个学长的家长 那她就说可以带到学校来 就当初也不知道复兴聚校嘛 那就想说送到学校来可能就是 小管教比较方便 哈哈哈哈 就太疲了的意思就是 太疲也没有时间管你而且还要照顾爸爸 对对对 原来是这样子 那你进去有很痛苦吗 我刚开始很痛苦 前半年每天都在哭吧 就是也没心思因为小时候其实我没在家里面长大 我是在我的保姆家我奶妈家长大 我一回家就是从那个月子中心出来就没回家 就到了我奶妈家 所以跟我的保姆那边很亲 所以就对家里的依赖感很强烈 所以进到聚校是一到五都要在学校 然后早上五点半起床到晚上七点半才练完所有的课 一到五啦那之后假日可以回家 所以刚开始去的时候以前没有手机嘛就是用那个电话卡 就每一节下课都到那个电话亭去排队 然后打电话给我家人一直哭一直哭 打给你保姆还是打给你妈妈 都有一个是一方面是我保姆是说 你跟你妈说让他让你转学这样子才不会 因为以前是要赔钱啊 我们有像军校 其实没有这么严重 要赔钱 他的学费贵吗 没有学费就是没学费所以要赔 所以我在想说因为ok了解 所以就是等于两条路是我打给我奶妈说 她说你跟你妈妈说让我退学 然后我妈就说啊一直安抚我 然后最后面去问老师 老师说你不要管他 不要管他一段时间他就习惯了 因为小朋友到另外一个新环境 而且又是集体生活了 我说没遇过嘛 对对对 不你刚刚这样讲听起来 那你会觉得会不会被 有没有感觉被家里面抛弃的感觉啊 那么小的时候 对你刚刚讲说你 有吧应该有吧 对不对 就从小就不在妈妈家 对又没有跟妈妈 因为妈妈可能忙着照顾爸爸 对对对 然后就把你丢给保姆 然后保姆 然后最后又决定把你丢到 学校 对也没有丢啦 就是说你这样很健康 很健康的 很健全的长大了 很不简单 对对对 就是等于有很多种人用不同的方式爱我 应该是这样做 那这也不得不吧是不是 对对对 Ok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现场 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来现场邀请到的这个趋势教育基金会的董事长陈怡珍还有呢金举五声的演员徐挺方啊这个轻壮拜非常受到瞩目的徐挺方啊来聊天 那最近的话呢他们有两出戏啊三出戏啊那但徐挺方主演的有两出一个是武松一个是长板播送金口啊那分别在这一两个礼拜开始陆陆续续啊就会要演出了 对对啊 deemed 好 女儿 所以我们呢就特别邀请到两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但是呢既然难得邀请到挺方来了然后呢额这视角团也非常欣赏喔这个 值得 听一下习挺方的故事吧喔 因为就年轻人来说的话真的每一个都想往自由自在海过天空的生活喔 那尤其是现在距离京剧 那样这个传统戏曲 好像又越来越陌生 越来越遥远 所以愿意蹲进 这个戏曲学院里面去练功 然后呢学京剧 真的很不简单 如果不是家里面感觉起来了 就是说有特别的 对京剧有什么样特别的向往 要不然就家里面有什么样苦处 所以挺方进去 我们刚才听到 确实家里面是有一些状况 那进去之后呢 你现在回过头来 你觉得那时候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你说进到居校吗 就是因为我们还没进校之前 我们我跟我妈妈有去那边 类似市场调查 有点像现代大家 譬如说要买一些东西 家电人开箱文 在YouTube看一下 那我妈就 我们三个一起去学校开箱 那就是去看一下学校的环境 跟老师 哇第一次被吓死了 那个整个就像军事化教育 我们是礼拜 应该是礼拜五去 然后就是他们准备要下课 然后一个老师站在那个 一个水池边 我们以前的练功教室 有一个水池里面还有雨 他站在那个站得很高 一个学长站在中间 整队好几个班级 全部人大包小包一身的臭汗 因为小时候练功嘛 狗小 然后一个学长在那边 稍息李正 转过来说几人几人多到 然后老师转过去 一个稍息大家说 老师好怎样 哇就被吓死了 军校 类似军校 然后练功的时候老师坐在那个小本殿上面 然后一直在翻跟斗 有时候还不小心 也不算是不小心啦 就是有一些鞭策啦 就是说像看过霸王别姬嘛 就是类似有一些 要打一些你的肌肉的 让他有一种动态不容易受伤 所以我们就是会 我第一次在学校的时候 被打的时候会很痛 也不会痛啊 就是为了一种酸爽嘛 酸爽 OK 好了解了解 你很能够吃苦耐劳 对对对 那时候你对京剧有任何了解吗 可是你进去了之后几年啊 在学校是八年 八年 其实从从来都没有了解啊 只是我小时候听我阿公啊 听我阿婆还有我爸妈讲说 我好像是 因为大家好像对于传统戏曲的认识 不管是流行音乐歌手 也会唱一些类似那种 比较多的传统的那种歌曲 就是新闲伯伯那种 应该都是从野台开始啦 我也是 小时候我们家那边就是客家人嘛 然后会有艺民节 然后会有赛神猪 然后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五谷庙 在我们那边整个 因为我们那边都是 我住在新屋桃源那边 就是都是种一些稻米啊 那大家就会拜这个五谷丰登 然后就会有一个赛神猪 有比赛 那就会有很多的敲锣打鼓啊 而是舞龙舞师啊 听我家人讲啊 我会听那个打鼓的声音 听到去到很远 那个车子已经开很远了 听不到我就追到那边 才会停下来 所以我小时候 对音乐细胞 还有这种舞蹈细胞 是看这种庙会来的 这样子 不是金句啦 OK 我知道 所以其实你家人把你送到戏曲学校 也没有不好嘛 也没有不好 因为算是过动课止啦 而且这方面是有兴趣的啊 对对对 那另一方面就是说 应该是娃公很爱跳舞 娃公其实是老师 但是他很喜欢参加 比如说国标舞啊 交际舞啊 然后自己会学扇子舞 然后会学 以前他年纪很大 学电脑 学吉他 他对音乐细胞 跟这种舞蹈 跟表演欲很强烈 他其实应该是附加在我身上 希望他孙子可以发展光大这件事情 他其实表演欲很轻烈 是啊 诶 昨天还真的很有意思啊 现在还那么爱表演吗 他已经过世了 那在过世之前呢 很爱表演 因为回到那个粉末之下 我想到一些在那个什么 什么公园里面跳土风舞的这些 阿公们 他不止哦 那粉末之下 我阿公是在我们家聚会的时候 会请他的媳妇 上来陪他跳 国标舞 然后我在粉末之下的时候 有一首歌是特别纪念我阿公的 那也是在YouTube查到我阿公 在那个当年70多岁的时候 有参加一个 类似阿公阿嬷的那种比赛 他自弹自唱一首歌 那就是我们歌空是 在演唱会的当下是 他唱那首歌的半首 后面我把他接唱下去 所以就是蛮特别的表演 其实在那场表演 他阿公有点抢劲风头 因为你看到他在影片 对就好厉害 然后最后他最后喊一声 中华民国万岁 我刚才一直拍手 真的很有意思 这也是另一种传承 真的真的 原来是这样的 那你后来怎么样决定选舞升 其实是老师分配的啦 那当初因为可能是小时候 我的嗓音比较没有这么 有点苦啦 小时候我讲话的时候 比较用喉音比较 台湾人讲话比较用喉音 所以那北京讲话都是这样啦 稍微高啦 所以老师听起来可能就 嗓音的条件比较适合 先把舞的弄起来 因为在聚校一般都是 先舞刀弄枪 你后面才会慢慢转到表演这一块 因为其实这一块比较深沉 但这一块表面的如果你先抓不到这一块的精髓的话 你长大就很难了 啊 了解 武术就比较像是一个形式上面 因为它很花俏很吸引人嘛 很有表演的这个感觉 但是要见到内心才会有演 演的话才是会有一些表达的部分 对对对 那比较深 那你后来你刚才讲到 这个你刚学了一段这个北京腔 你后来去北京戏剧学院 对 所以等于是台湾戏剧学院待了八年 然后北京戏剧学院也待了 四年 所以我常常跟人家分享说 其实我算是两岸培养出来的人 因为台湾的现在戏剧学院大学是要学费的 但其实北京不用 所以我等于是有点bug 我在台湾用了八年的工费 我到北京再用四年工费 所以我等于这十二年的学习历程都没有花到 真正我自己的 但是我私底下跟老师学是自己的 自己的钱 但是一般都是老师非常请囊的是 可能我就节日送一些礼品 但是都是私底下免费教我 这样子 所以老师都遇到蛮好的 是学校课程之外你还另外再去学 对我在北京那一块有特别私底下找老师 因为我是因为嗓子这一块我在台湾是没有真正拿到非常精髓的东西 我的嗓音条件又很难 金句叫很难掰啦 就是你看到八王北京会脚舌头吗 我是讲话的过程中很难被掰成很正的自证腔圆 所以我到北京的老师 我刚去的时候我们在公园里面喊嗓子 他说你先在那边喊就一个学姐站在那边 我们两个这样子搞了三四个小时第一堂课 他也没管我就一直管那学姐 我在想我到底在干嘛一直讲 对着活一直这样子 这样子喔 所以怎么听得像打嗝一样 其实就是一个气泡音 最早要把嗓音放松下 然后我三个月以后 那老师就问那学姐说你问那个同学来不来 我说来啊怎么不来 那怎么都没小没席的 三个月以后我就跟老师上课 他说我也知道你看我没有 我那老师这样讲 结果跟他学了以后每个礼拜 几乎两三次都是我早上在上课之前 可能八点班上课吧 我差不多六七点就在公园里面 两三个小时这样 他陪我 他开车过来 我坐公车过去 对对对 所以你就是有一个目标就是 你就是要练好你的嗓音 就是我希望我到北京吃到真正的 吃到真正的那边的酱油 就类似我们台湾老师我之前要去北京之前 他说你先让自己泡在里面 有点像泡菜 浸润 就你泡久了以后你才知道北京的水 哦原来用那个水唱金句 跟台湾的水唱的是不一样 我是真正遇到那边的好老师啦 就所有的不管是流派的传承人 他还是请囊下 我都是上课之前 比如八点半 然后我就七点之前 因为老师都会很早去 有时候老师比较焦虑 年纪也大了 没有遇到好学生 就一个人在教室里面抽烟 我就先把老师走 然后他说来啦 刚开始也不想鸟文 因为年纪大了 然后学金句教了二三十年 也觉得没意思 就是可能学生没这么好学了 现在很多老师都这种感觉 对我是非常需要跟老师学 我就自己带一个手机 然后每次上课都录 老师都觉得这台湾很奇怪 因为大陆人其实不会这样子 那时候我蛮疯狂的 真的吗 现在台湾的课堂 都觉得大陆学生特别的认真 没想到在大陆的课堂 他们觉得你这个台湾来的学生 特别认真 所以要一地而学 才会有动机 重点是动机强 因为跨海而去这件事情 是动机强 其实有些老师 蛮刁断或是蛮尖锐的 他比如说八点半上课 如果他不喜欢这个学生 他八点十分问他这个动作 老师是不会教的 他说我现在时间还没到还没上班 但是我遇到那几个老师真的都很好 每次在八点十分我七点半就先到 我说老师这个怎么样 他有走好几遍 就是我是觉得老师真的是 因为我有一次听到一个艺术家讲他说 金剧不是我家的 金剧没有版权 金剧是大家的 所以你不管谁唱这出戏 你只要把他演好都好 不管是你台湾人来唱 你跟美国人 你跟日本人来唱都好 所以我听到这个蛮有启发 我也希望用我的形式把这个 属于华人的戏曲 属于华人的艺术 让世界看到 这很棒真的是 OK 但是重点就要有心 要可以学 我们继续有待会儿来 回到来一新时间 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 这个金剧的五声演员 许挺方 还有趋势教育基金会的董事长 陈一真 Jenny来聊天 聊的是呢 这个趋势基金会呢 这个接下来连续几个礼拜 会有蛮精彩的一些呢 金剧的演出 包括了许挺方所演出的五松 还有呢 长板波和金口 好 那我们刚刚听了很多 有关于许挺方的故事 就知道说 原来是这样扎扎实实的 两岸培育出来的 而且重点是他自己的想法 跟目标 我觉得很明确啦 所以呢 你也才会愿意 这样子去对着胡 呃 呃三个月 气泡音 真的真的 这个我学会了 下次要这样子练嗓子 放松自己的嗓子 OK 所以我觉得 所以这部分对于大家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机会 就可以看到这个许挺方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这个有精彩的演出 那呃 所以我们要不要请 你来跟我们聊一下 为什么选这两出戏啊 是为了许挺方 量身打造的吗 呃 其实也可以这样说啦 不过你知道我们去世教育基金会 你前几天去看的那个青春版牡丹体 对白信用老师的 我大概二十年了 我二十年就跟着白信用老师就制作这种困曲的戏嘛 那后来到台湾呢 我们自己去世教育基金会 我就想应该要对台湾的戏曲界也有所贡献 所以就呃认识了许挺方 然后对于他对京剧的这种热情这种执着 然后这么辛苦 看他们练习就很感动 那我们因为一项呃 去世教育基金会都推的比较是文学跟戏曲嘛 像我们有推很多五大文豪的那个呃 去世经典文学剧场 那戏曲我就希望也是跟我们呃 中华民族的这个文学小说有一个紧密的结合 所以你看我推了美猴王 那当然是西游记 那他演书空朱落豪带着两个学生 三个美猴王 对 就是三代的三代的 他就是中间那个呃 最重要的中壮派的哦 然后这边这小孩一个青春派的秦朗才二十岁 哦那是结合了西游记 那后来我们就也制作跟三国演义有关的戏 那三国戏可多了哦 那这一次呢是演的是呃 赵云 然后翻身呢一感二又变成了关羽 所以舞台上你可以看到刘 关 张 赵 曹操都在哦 就非常精彩的演书 就是唐板波汉金口 对 但是这个比较晚一点 我是晚的先说 这个呢要到五月二十五号 二十六号在高雄魏武营演起 然后我们巡演呢 回到台北城市舞台是六月八号六月九号 然后再到我的家乡国家歌剧院的中剧院去演出 已经是六月二十二号二十三号 等于是连续的一个三场的巡演 然后他每一场 许挺发每一场要演呃两场 就是每一地要演两场 接连演 赵紫云 然后又变身为关羽 最后的汉金口是关羽守的嘛 所以也要做 所以两个角色都是他演 都是他演啊 哇 OK 台阶很大耶 你要不要说说怎么感气 其实这两个人物非常特别啦 一个是非常中规的 而且两个人的凶器不一样嘛 声音也不一样 半相也不一样 一个是拿长兵器 长枪 一个是拿青龙碾月刀 一个大刀 这两个在京剧的舞台上 都是非常大家非常喜欢的角色人物 而且很经典啦 那在最主要是表演的模式不一样 一方面是从这个半相上就知道 一个是俊脸 一个是红身 类似有点搓脸跟这个花脸 有点像面具那种感觉 那整个是红色的 就非常显眼 非常喜气啦 那也是离这边非常尊重 非常正义凛然 对对对 那这个是拿长枪 这个是拿青龙碾月刀 那再多的是 他的表现方式是 噪音比较是如匠 所以他动作比较没有多 这么像关羽这么多的夸张动作 所以呢在表现方式呢 就是显他嗓音会比较细窄 比较好听 比较悦耳 那关羽长这个本身就比较像老虎粗杂 所以他的声音就非常多的龙虎音 非常浑厚 非常 你觉得需要宽大 因为大家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应该是非常高大上那种感觉 所以关羽的声音一定要浑厚 然后每个动作都非常确实 但是没有太多的繁琐的动作 要俐落干脆 对不对 然后微卓四方一出来 就一吹定音的感觉 反正你这样落差很大 对 所以就是蛮有挑战的 一方面是自己有挑战 另一方面是给观众两种不一样的体验 在同一个晚上 真的是这样子 那我真的好想听听看 那唱起来是怎么样 你唱一点点 比方说赵紫云的声音 赵紫云大家印象中很深 很俊朗 一出来 白衣白袍 白衣白袍 帅得不得了 对 当年如果有粉丝的话 应该也是粉丝一大堆 对 他那个样子应该就是很潇洒的样子 对对对 稍微给大家念一下诗 就是赵云的 好 要不要白话文跟我们讲一下 那很好 见光如霜 霜就是雪嘛 白色的 马如飞 马在飞一样 是 单骑冲开长板为 单骑 就是那个骑马的骑 保定怀中一幼主 幼主阿尔 将军今日显神威 这是他唯一一次他自己很夸赞 他打到最后面就 原来大家都不敢打 因为最后面他不是说 要抓火子龙不要死赵云 所以这一块呢 他自己突然有一块 但是我的这个派别呢 他本身是不恋战的 所以他打完是马上跑 因为他身上有个小孩子 所以有些的打法是会说 还有哪个不怕死的再来 所以他这个打法就是完全有点 不一样的研发 所以剧本还不一样啊 稍微有点微调 因为每一个人表演的方式都不一样 所以这一边你的这一派的赵子龙 比较心怀着阿董 对对 比较没有那个陈英雄就是了 对 随时都会摸着自己的胎甲 真的吗 这有点文气 好 那那个呢 那关于他 一般就是我就不给大家示范唱 那就是给大家听一下 我们常常会讲这个传统戏曲好玩的地方 就是说中庸之道 先礼后兵 就是打仗之前会先讲好 譬如说我们在下棋之前会说 官棋不予真君子 棋手无所谓大丈夫 那就是在打之前呢 先会问对方的名号啦 譬如说那个大将会问他 阿你是谁 来者何人 马上关于一定神贤 关于在舞台上 一般不会叫自己的关于名字 他会说关某 这是对于这个舞台的尊敬 所有的关于在进去的舞台 都不会叫自己关于 之后别人会骂他说关于 但是我不会自己讲 但是我可以讲一个号称 汉寿庭侯 就是有一种马上瞬间 啊压制 用声音就已经马上 把对方已经咬住了 你根本不用打了 我现在耳朵觉得已经耳鸣了 汉寿庭侯是就是 关于被封的封号 所以他如果自称说汉寿庭侯 关然后就不讲了 对对对对 后面你自己去猜 所以名号太大 对其实这出戏就是一个很难的戏 是大概所有金剧大舞声 一定要演过 要这样子 经过这个才算大舞声 才算是被认证的 对那你刚刚也听到 他要用不同的声音 不同的变相 不同的表情 然后声音他的分别 分别的很清楚 对 那这一出戏呢 等于算是一种长靠 靠五声 什么意思 来你说 常常就是一般骑在马上的将军 就是身上 靠就是以靠的靠 靠在这个背上 那我们常常说 简单的例子就是 我们常常去庙会看的电影三胎子 后面那几个棋子 就是戏曲的舞台就叫靠 那是一般四肢棋子 最早在发明出来的时候 是八面 八面威风 所以是八面棋子 但是在美学上来说 八面太多了 看不清楚我眼花了 所以四面是最中庸的 四梁四柱 他们扎扎非常辛苦 扎得很紧 真的整个绑的都不能动 后面是一块牛皮 牛皮 牛皮 撑着那四个令旗 所以我要特别讲说 长靠五声是很难的 因为他们身上所有的 包括厚底靴 包括他的服装 再加上扎靠 再加上头要扎起来 戴一个冠羽 20公斤 背在身上 要转 要跳 要翻 要打架 还得保护baby 你妹妹最好笑的 上次有去看长板破 然后一直往阿斗在哪里 昂在哪里 戏剧的舞台是写意 写意的舞台 让大家想象 OK 反而是更美的地方 在里面 因为我们也很开心 是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看 而且非常难得 长靠五声 而且这三国演员故事 你要熟嘛 曹操也很有表现 刘备唱腔是老生 唱腔也很好听 张飞那花脸 那他那种爆裂的歌系 那种威武要表现出来 那另外一出呢 另外一出我们要休息 再来聊聊 对不对 听起来的话就是说 你又看他的武打 然后你又看他的装扮 然后你又看他的唱腔 然后你又看他舞台设计 还有现在的金骏呢 哇塞他们的衣服都好漂亮 这也是另外一门 这个美学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那既然刚才已经讲到过了 这个Jenny特别喜欢文学 古典文学 因此呢我们有了西游记 有了三国演义 如果知道中国三大古典小说的 就会知道下一出会是什么了 金萍梅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回到来新时间啊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区区基金会的Jenny 陈依珍还有呢 徐鼎芳来聊天 好那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说这些古典小说 一个是金萍梅 一个是水浒传 所以这两个原来都有武松 也都有 对我以为你取材自金萍梅 原来是取材自水浒传 水浒传 主角是武松 我用取材自金萍梅的话 这个挺风应该会 不晓得怎么演下去 也可以挑战看看西门庆 可以可以演西门庆 对风流潇洒 这可以的 Jenny你说 好我们另外一出戏呢 其实很快就要上演了 是4月20号在台北市政府里面有个亲子剧场 那徐鼎芳呢演的是武松 那我们刚刚有讲说 长板坡汉金口 不管是演赵云还是关公 鼎芳都是扎靠的 就叫长靠武松的戏 但鼎芳另外一个非常擅长 也是别人比较难于吉他的 就是短打武松 那武松这个戏呢是短打武松 他不扎靠 他因为他是绿林好汉 不是将军 不是战场上的将军 那我们这一次的武松呢 是从头演到尾 挺方很会讲故事 你要不要讲一讲这个武松的故事 是哪一段的故事 其实也不用特别讲 只要讲点几个题就好了 就是武松从打虎开始 然后有回家 到游街啦 就是打完老虎以后游街 然后最后面是回家以后 见到哥哥嘛 然后见到潘金莲 见到嫂嫂 再来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武松细书 这个潘金莲细书 对对对 细书 不是武松是傻 搞错 细书 然后最后面是他离家以后 被调戏就是了 简单说 别家 然后最后面 他见到西门庆 挑连才医 大家也是非常熟的 然后最后面是杀 就是毒害这个武大郎 然后后面是回家以后獅子楼 然后 獅子楼是哪一段 獅子楼就是最后面 他是把这个西门庆杀了 武松跟西门庆对上 对 然后杀西门庆 最后面杀嫂结束 是 其实这是一出啊 就是剧情很高潮叠起 然后情绪非常饱满的一出戏 我最近都有在看他们想拍 我看了其实蛮感动的 因为从一开始呢 武松是一个非常开朗 然后哈哈大笑 喝酒豪迈的一个 很自由生的人 那他就是叫 那时候就是喝酒跟打虎嘛 然后跟那个酒保之间的对系 那你就看到他是一个 开朗豪迈的大汉 然后开始打虎 就表现他的武功 对 就像你之间应该就是 作为一个很尊崇的一个 英雄汉子 而且是 他是一个很开朗的人 然后他打虎 哎 山上的老虎他也不怕 喝醉酒了就去打老虎 那你就看到一出跟老虎对打 我们那个老虎也是很大一只 所以很强壮的武松 穿在虎行装里头跟他对打 所以非常好看 突然间想到最近很红的 周楚除三海 对 没错 他就是 是不是 先除掉那一海 对 然后 然后这个 又要 挺方还要表现出醉态 对 就是跟老虎打 喝醉了再打 这样子 所以你看那种表演层次很多 然后接着他 他说游街不是那个什么 游街市众 不是游街市众 是欢呼 大家都出来看他 英雄 然后英雄这样子 然后等到见到他哥哥五大 五大郎是个三寸丁 他的那种激动兄弟之间的感情 多少年没见 那又是另外一个层次的表演 是一种文系 就是感情系 感情系 然后呢跟哥哥回家 嫂嫂潘金莲见到他 哇 惊为天人 爱上他 想办法来这个勾引他 戏弄他 但是他谨守人伦 所以又装得很正经的样子 就柳下慧的感觉 对 虽然潘金莲那么娇媚 然后用尽各种方法 可是他也不是不动心 只是就是说很很正经 就跟前面那个喝酒不一样 好像很少在京剧里面 我看有这种剧情的耶 对很少啊 因为这是 对不对 这是我们水浒传 那么厉害的地方 就是把这些都描写得很好 但我说那种挑逗 跟那种玉莹还酌 玉剧还淫 这个在京剧里面怎么表现啊 就要来现场看 那这 很难形容了 我们很难 尤其我们两个人又不少 那这个潘金莲呢 是我们复兴剧团 现在一个一个新的一个明星花旦 那叫吕佳南 逐渐冒出头来 然后这一次是很有名的朱安利 亲自交的 那朱安利跟朱禄豪 这双朱呢 当年都是在那个陆光剧团演出这个戏 是最红的戏 所以他们两个来也朱禄豪传授给他 是 然后朱安利传授给吕佳南 所以那一幕戏真的很好看 我在那边看他们排练 从没有表情 只是在念台词到 一直到最后的那种情感 他的行手分寸 他的步步进逼这样 真的很好看 然后之后 之后是怎么样 之后 武松就离家了 就去出公差 然后他跟他哥哥之间的一个送别的一幕 跟武大郎 就是因为戏曲舞台常常会有一个 抛砖影域 就是丢一个影子 就是哥哥会说一句说 如果你这次走了 我们可能下一次就再见不见不到 那我们常常说再见的时候也是这样 再见不到下一次什么时候见 所以这个在音乐的衬托上 在舞台上就是一个高一个低 然后哥哥跟这个弟弟两个人分别 非常感人 这个武大郎也是复兴剧团 现在当红的一个武丑 或者文丑 丑角就是王晨新言的 那我也很惊讶 他们两个是第一次合作 那武松是弟弟嘛 那武大郎是哥哥 然后等于武松很强大 哥哥很弱小 然后又被瞧不起 但是他们兄弟感情很深厚 那弟弟要去出差 哥哥送他 然后一送再送 这很感人的这种 这个戏的层次真的还蛮多的 然后看文看舞 看内心 看看外面的表现 所以我说这出戏真的非常饱满 那最后还有武松跟西门庆 对 还有西门庆 那这中间就是什么 那就决斗了 对不对 他出去以后就该西门庆上场了 西门庆就是一个风流的 这次该他来挑逗潘金莲 那西门庆呢 我们第一个文场的挑帘 就是把帘子挑起来 其实就是挑逗啊 那是由也是复兴剧团 蛮有名的小生王喜杰 来演这一幕 跟吕迦南 那然后他们西门庆就跟潘金莲勾搭上了 那有个王婆很有名也是有名的丑角 丁一宝老师演的 那这又是另外一出戏了 这等于是潘金莲出轨了嘛 然后跟西门庆在一起 就把武大郎毒杀了 所以呢 武松出差回来以后 就杀嫂嫂 对 探案杀嫂嫂 杀嫂嫂西门庆 那他下手的时候 杀西门庆当然不用说 杀嫂嫂会不会舍不得 其实会啦 但是因为在哥哥的灵堂面前 他如果不做这件事情 他对不起他自己的内心 其实这种层次都要演出来 层次都要演出来 因为比较少看到金剧会要去 那么注意一些内心跟情感的变化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次挺放这一出戏 真的演得很好 然后他真的很好看 就是他的表演已经从武术 已经进阶到这种文戏 然后感情戏 就唱念做打那个做 跟朱鲁豪很擅长的呢 他演得非常棒 太厉害了 真的是 好 所以这个时间是4月20号 就这个周末嘛 对 很快咯 好 所以这个周末 还有5月份的话呢 各自啊 有这个武松或是呢 这个长版播三国演义就是了 这听下来的话呢 这个情方真的是未来无可限量 又可以出唱片 然后又可以开咖啡厅 然后又可以演金剧 既然也可以跟你师傅朱鲁豪一样 去演什么单元剧啊 连续剧啊 演个电视电影之类的 对 如果有机会的话 好 很好 远大目标 好 谢谢两位 今天的我们的现场来 谢谢 谢谢蓝鲜 谢谢